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 关于鸡圈的刻板印象 第二个板块 公寿真的很重要吗 第三个板块 如何发现自己的性向 以及邀请神秘嘉宾来讲述自己的出柜经历 第四个板块 香味对于一段crush的印象 先来聊一聊鸡圈的刻板印象 我觉得鸡圈的刻板印象其实还蛮多的 就比如说 有一些人 tp分得很清楚 然后把t非常的男性化 然后觉得就应该很man 就应该为另一半花钱 然后如果有一些稍微女生一点的举措 就会被说很娘 还分为鸡圈拉圈百合圈 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 这三主之间的联系跟不同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所耳闻 这三个圈子好像各有各的鄙视链 公寿真的很重要吗 我的回答是不重要 因为在我谈恋爱以来 就是从来都不分这些的 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生活里 可能会有一方稍微的照顾另一方一点 但是从来都没有分得很清楚 不过有一些人还是会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铁衣跟唐灵 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或者在床上就会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铁衣就是不允许对方触碰自己的胸 或者说下体之类的地方 然后唐灵枕头公主也不会想说去反攻之类的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存在并且还蛮普遍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 大部分都还是在0.2到0.8之间流动吧 然后这是我跟我朋友的一个对话 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反正我自己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分 怎么发现自己的性向呢 之前我其实有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对女生好像就是从小就有莫名的信力的感觉 就想靠近她 然后跟她做好朋友这样子 然后等到大了一点 就发现原来女生也是可以喜欢女生的 然后就慢慢的接受了自己的这个身份 也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吧 然后我在私信里面也有收到过很多朋友 对自己的性向有疑惑的地方 我也跟他们讲说 性向本来就是丰富且流动的 所以不需要去困惑 只需要去等待那个属于你的人的到来 就够了 其实不用care她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用care自己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 只要是对的人就ok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隆重邀请出武器的神秘嘉宾许姐来为我们讲述 她是如何发现自己的性向以及她的出轨经历 请问你是如何发现自己的性向呢 我是在上初三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 你自己拿着一个一个女同志 女同志 我靠好古老的词 那时候不太懂 那时候主要是看身边小伙伴都是跟就有男生跟他们表白 也有男生跟我表白了那时候 但是我就没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对就是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子 就一个挺帅的一个女生 有一点关注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点 对于我那时候来讲 我是感觉自己有点不太正常 然后呢 但是呢 后面我刚好有个同桌 她刚好也是个屁 然后我就问她我就说我这个 这现在这种喜欢会不会是有在别人眼里会不会有点异常 然后她跟我讲这其实很正常只是 在那个时候的话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种肯定会被别人歧视啊什么的 然后后面我就我就明白自己的性取向可能对女孩子是比较大的 对 那这中间你有过挣扎吗 就是说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喜欢女生这样 倒倒也没有 因为我毕竟我是关注一个人 我就会一直关注她 我不会说中间别质疑啊或干嘛 我就会放弃的那种 那所以就是你很坦然的接受了自己 呃 拉拉的这个身份 然后继续去喜欢你喜欢当时喜欢的人对吧 对的 就是初中的时候会有一帮很好的闺蜜 后面听到一些谣言就是说哦你知道谁在谁谈了一个女生 然后她是同性恋什么什么之类的话是另外一个朋友转大给我的就 我其实其实现在同性恋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是公平对待的只是有一些人还是会带着歧视的眼光这样子 其实这种问题在我生活中没有遇到过哎就是其实我还算蛮幸运的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象然后也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就是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幸运的 嗯 因为我觉得出柜对于我的另外一半来说我也是给他肯定嘛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妈说我出我就说我可能喜欢女孩子 我说你就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讲说我可能喜欢女孩子 然后我说以后怎么办 然后他跟我讲那是你神经病啊什么的就一直巴巴拉巴拉就一直骂我什么的 然后后面后面当我正式跟他出柜的时候我就说我确定我自己是喜欢女孩子的 然后他就把我把把我在家里关了两个月就没有手机 因为那时候我还谈着第一段的恋爱嘛所以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就无法联系到他 但是关了两个月之后那时候我妈是让我妹就一直跟我就是我去哪里他跟到哪里 然后但是我回到学校之后他甚至还会联系我的宿舍的就是我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就问他我跟他还有没有联系就会帮我瞒着这样子 然后后面后面就是后几年他刚开始会以为我是三分钟热度那样子就是对一段感情可能就是可能新鲜感 他觉得我可能喜欢女孩子啊也是新鲜感啊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接下来好几年将近六年还是七年都是喜欢女孩子 然后他也慢慢就是在我不经意或吃饭的时候会不经意就跟他提起啊 说讲讲完之后他也慢慢的半接受吧 到现在他是半接受的那种程度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一个女孩子想要跟自己父母去出轨的话最好就是跟父母看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 然后呢就其次呢你每次提到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下父母的情绪 然后点到为止就是你发现你在讲的时候你妈妈或者你爸爸已经开始没办法接受的时候 然后你就以开玩笑的结尾去跟他们结束这一段话题 因为这种工作就是出轨的工作对对于父母来说确实是有一点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要我们要做好就是长期作战的准备这样子才会提高我们出轨的成功率 而且我建议最好在经济独立之后再出轨 用粤鱼给大家送一个祝福呗 那就希望大家以后有情人中成竞属爱理所爱 有没有女朋友都好啦 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好美好 关于香味对于一段crush的影响 我觉得气味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它能在你闻到之后迅速的把你带回到某时某地 我之前有一段crush它喷的那个香水真的太让人着迷了 我觉得跟电影香水比起来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可能我比较夸张了 然后有一次它把外套拉在我这里 然后我就像变态吃亥一样闻它衣服上残留的香水味 所以我觉得找一瓶适合自己的香水真的是会增加你迷远程度的一个小利器 然后后面我找了各个商场都无果 直到我朋友送了我这款配枪珠莉的香水 我就彻底放下了寻找它那款香水的执念 说到的是这款灵魂签面套装 我是真的想跟大家安利这个套装 就是一次可以体验到他们家最热门的八支香水 尤其是这支我不是香水 我真的喜欢到然后自己也特地整了一瓶 每个人穿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我喷在自己身上我自己觉得是一种很干净很安心的味道 然后据我朋友说在我身上闻到的是一股让人觉得我很奶的味道 然后喷在我朋友身上又是一种淡淡的花果香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神奇 就是千元千香完全不用担心会撞香 其他几款香水也各有千秋 然后可以根据每天的心情选择来喷 我不是香水这一款还能作为功能性香水 跟其他的香水进行叠喷会有意外的感觉 而且还能延长油香时间 小小的一支带出去也很方便在外面补香 我觉得这一盒拿来送人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至少我自己收到是很开心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关于香水的美好的回忆 可以分享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 好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收藏关注我 拜拜 拜拜 不是花絮吗 花絮?那我要摆了一个很贴的那种 啊你这是很贴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不行 我想了一个冰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